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 那个对很久没关系视频的今天讲一个快速建模的一个就是是投机的一个方法 不然之前应该是在那个别的视频上面有点试过的好 那我就一边见一点那个那首先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如何有快速五六五到十分钟的捏出一个有机型啊 也就是说不规整的形状那有机型怎么样 比如说我这里我三个我是打开的啊 我就随便选一个点 然后第一个跟第二个点啊 你看他必须要水平的 然后我通常是习惯就这样子捏啊 捏成这样子一个形啊 你会看到这样子大概的一个曲线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上面有不同的控制点啊 然后打就旋转啊 我我想把它变成一个面啊 这一块我相信大家还是能懂的 变成这样子一个形的时候 然后 把按一下 哎 你会发现上面有很多的一个点很多的点的时候怎么样 对你这么一拉对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啊 哎 你要看到有什么东西啊 我再拉一下哎 然后我现在全选上下面这个点 然后我再往下拿一下好 那这时候像这样子对吧 然后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部分对我再往下拉一下 嗯 这个部分我也是哎 有没有像什么对 手柄刀的手柄 有没有有没有像不像对吧 那比如说哎 你现在说哎 下面这个很玩呢 没关系 我们把它一个切掉 然后呢对 减掉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就OK 那么就像一个把手吗 这样子 那这种办法是怎么样 那一开始我们回到一开始那个部分 我们回到呢 就是控制点那个部分去 那这时候我你看我好像点很少 我能不能多加个点 可以 按下这个 比不可 比不可这里 你看我本身6 那你会看到他新增加的点 哎 你也看到十个点对吧 啊 再来一遍 就是说上面就是说碰看 就是说我上面会增加的点 对吧 那下面上面那些其他都不用管 你再点上以后 对 那就是说一开始你会看到就说哎 我再转一遍 好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线跟刚刚那个好像不一样了 你会发现比较多对 呃 这个上面的线 等一下是对 控制点的多少取决于上面的这个线的多少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线很重要 这个线是方便你怎么去建一个模 啊 建模的时候你怎么去看别人怎么建完全是看这个线 好 那这个线现在也是ok的 好 那这样子 比如说像我再把中间这个呃这个线 对 就是说你可通过这个方法 然后去拉出一个你想要的流基型 但是这个办法怎么说呢 需要训练 就是说不没办法说我一开始我我就很顺利的把这个给用的熟练啊 这个东西需要你慢慢拉玩的多 什么 这个东西啊 另外一个很很老实的说 就是说没办法教 我只能说啊 这个就是这样子做 然后这样子拉 然后呢 比如说啊 你就在这个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好像好像很晚玩什么的 你看 就是这样子随便拉拉拉拉拉拉拉 然后就反正就你看我也是随便这样子 呃 但是记得就是说选点的时候要选得清楚 比如说我要中间的这块所有的点都在动 就通过这种稍微逻辑性一点的一个怎么样 一个思路 然后去把一个有机型拉转 然后这个有点像一个小靠背的这样子的形状啊 通常需要见有机型的特别像手柄那种圆论的型的话 呃 等可以说多考虑一下用这个功能啊 可以多玩玩 有一个插件其实可以画那种有机型 但是那个因为我我在公司里面都这样子 这个情况都是那个正版的 所以说我不知道那个插件 我个人所有软件都不用插件 所以这个东西 呃 国内的我知道很多货席版 他们都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插件的 但我真的不知道 那就是那个东西区块有机型 不快很多啊 呃 那个比如说像那个 就是像节会 等一下啊 是不是在这里了 好像不在这啊 没事 那个我吃 呃 我迟一点会有个视频 就是说会做一个官有机型的 我在那节课会讲啊 好的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